哈喽大家好我是十三妹 就是之前娜娜不是说她有鼻炎嘛 然后到医院来检查呢 没想到医生建议住院 因为早上下午都要做雾化 所以不太方便 大家不要太担心啊 应该会生龙活虎的 没啥问题的 哈喽 看看我发现了谁 像是约好了一样了 我就买了牛奶给他多补一补 我们买火龙果 我本来想买火锅的 火锅 麻辣烫 你说好的串串的 这个太牛逼了 还好 还可以啊 好暖哦 还可以啊 快都买一个人手一个 真的 还不贵 二十多块钱 对特别暖 我们就买了这么一点点 可以了可以了 我们想等到医院以后再带她去吃 好吃的 租源布在哪里 后面那栋 一大群人 后面那栋是从这里过去了吗 嗯 大老眼睛听到你 嘘 你不要说话哦 给你多服点奶啊 看起飘着时间要喝那么辛苦 你要把你送给三嫂 三嫂 哇你们都过来了 一群人 脸色不太好 真的吗 不过你们一来我脸都红了 所以说真的觉得很好吃 对 越绿越甜 我跟你说你们再不来不去都要快的 吃吗 蛋糕 但是只有四个我吃掉了一个 本来有五个的 我昨天试一下吃一个 本来有五个的 然后昨天吃了一下三少 你跟三哥分一下吧 有冰蛋也不怕 在网上买蛋糕 贵了四十一个 我的天 四十一个 四十万一个蛋糕 赶紧吃 快来来来我们聊一下 有一个是那个榛子味的 你来尝一下 快快快打开来看一下 榛子味是什么味 就是那个煎过的味道 你看嘛 反正都打开就尝一下看哪个好吃 再不来不及这个真的要吃不了了 印泥的感觉 印泥按下 按手印 你 按手印 哎呀 哎呦 我先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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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下 尝一下 不一样吗 太甜了 不一样 真紫味的 太甜了这个 你那个呢 鸭关 嗯 这个我觉得可以拿来给我爷爷装烟钢 哈哈哈哈 这个是爷爷 哈哈 这是一个小爷爷 还有个老爷爷在家里面 哈哈 嗯 好享受 这个味道冲击了我的味蕾 我这个是巧克力的味道 你那是提拉米酥 那是提拉米酥 他这个是针子 你会做提拉米酥吗 不会 但是我会做其他的 但是 亚头哥三哥三嫂他们已经回去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陪着娜娜 然后体验一下医院的WiFi 原本呢 我以为他在医院啊 会备受折磨 怎么说呢 哎呀 打针啊 是吧 然后哎 就一想到他在这打针 就很心痛 没想到 一来 在这儿敷着面膜 吃着水果 不要吵我笑 哈哈哈 堪比度假 请问你是来这里度假的吗 不要吵我笑 来把它倒下了 把这个面膜给抖下了 我来蹭空调的 咱脸也没空调 不敢敷 老吗 舒服不 舒服 皮肤浩浩 是吧 来 哎呀 葡萄我的天哪 哎呦 草莓我的天哪 还有这里 苹果 哎 别逗我笑 你真的整的我都想来了 哈哈哈 你也来吧 留个床位给你 哈哈哈 算了 我就羡慕一下就好了 我要先回去了 然后就留奶奶一个人在这吧 现在天也挺晚的了 那我就回去了啊 拜拜 拜拜 明天再来见你 嘿 走咯 我就先走了 走这个医院的走能还是挺可怕的 哎 主要是还有坐电梯 一层到了 走 回去咯 所以呢 大家不用太担心哈 还是生龙活虎的 你看 跟度假似的啊 然后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喜欢十三妹的 记得给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